终于有一个国家开始可以与特区政府达成,初步协议未落实 新加坡旅客来香港每年都是四十多万 香港人过去新加坡的数字比他们进来低 我想这个消息出来后旅行社的同意开不开心呢 我想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惊喜,特别开心 但总比没有消息出来 最开心的是什么人呢? 就是在两地有亲人的,有生意做的 对旅行社来说,旅客我觉得不是那么多人会为了这样去新加坡旅游的 你们会不会特别推出一些旅行社的产品,或者是否能够整个旅行团呢? 一向香港人去星马游览,这个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人才去参加旅行团去星马游览 近年这十多年已经倾向年轻人自己去,自己订机位,订酒店 所以这个对旅行社的帮助不太大,但是对新加坡的经济就会好的 如果你说突然间宣布,昨天宣布的不是说新加坡和香港那个气泡 初步协议签订计,开始通关,这就很大的惊喜了 这个惊喜就对旅行社有帮助,对香港的市民,很大部分人也有亲人在那边 望穿秋水,望开关,反而通关要马上去做这个,还未曾有消息,这个使得人沮喪点 第三次 庄宇佳 是否仍然有法律的法律在香港的法律? 我可以說,是的 警察還沒等到法律的法律 之前他們把所有的法律都拿走 所以這不是法律的法律 直到法律 判斷 律後才的起由 法律一頓 警察天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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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